來 第一題 生命魔鬼 主緣 這裡面每一個都是 曾經在生命中有很痛的人 都懂 所以在這裡可以盡情的 發現妳的心情 我的截圖是 怕很痛 我媽媽不回來了 我媽媽帶著小的出去 連累一年的過年都沒有回家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才7歲 我覺得 人生是那麼苦 那麼沒有希望 那麼恐懼 苦... 歡迎收看冰火同天 今天又沒聲音起來 因為心情有比較重 為什麼要說的外地有比較重 人家說走過傷痛 然後你心更廣 一樣 今天的好朋友 都總是曾經有過傷痛的人 大家都過得很好 都在這裡要把他們的經驗 來跟大家分享 今天要說的主題是什麼 給大家看一下 人生就像一場戲 上演著悲歡離合 種種曲折情節 其中令人心碎的傷痛 往往造成難以抹去的陰影 遇到傷痛 又有人崩潰 又有人逃避 又有人選擇面對 今天的來賓們 將分享他們的故事 來 要給妳介紹的這個 妳一定覺得 有小朋友而已 妳英文當作的小童心 從小白哥 像以前看的小冰冰 現在變老白 大家也要跟他小冰冰 人家已經有小小冰跟迷你冰了 這個也一樣 一匹小孩而已 跟我一樣五匹的 英文也像小朋友 她的心有疼嗎 很疼 你聽起來很不甘 志寶如 秉密姐好 還有各位大家 平安大家好 過來介紹的這位 前幾年大家看得過爪 她的情形到我 要纏笑了 還不纏笑 都是小孩很久會就往生氣 我的小孩是很不得意 她的小孩是自己來選定 所以這對媽媽來說 都是一個不可承受的痛 今天我們在我們的節目來 也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我們大家也給她一個溫暖的擁抱 好 我們一起來祝福她 殷彩玲 來 殷姐好 來 還有我們介紹這個 人生常常有疼 但是她構成比較堅強 所以大家都看到她恥的一面 不看到她俗的一面 如果你看到每次恥白白 真的有時候我看到好朋友 看到就是這樣 所以我哪有她 很可愛的地方 過米豬 嗨 然後以諧星自居 所以她也是算我的腮無疾 大家看到她都吃醋的味道 有疼 她的人真有疼 讓妳看得出來 有喔 婚姻的過程也很疼 這路走來都很疼 到現在開始在快樂了 安靜 來 大家好 好 現在這個我怎麼是褲鍋面的 她的戲都演褲鍋 人生怎麼叫褲鍋 希望她未來就不能再褲鍋 沐浩 茵玲姐好 我們現在來公布映彩玲 映彩玲 我剛才有說過 女兒選擇這樣子的狀況 妳當時是被告知才知道 還是怎樣 我是看新聞 妳是看新聞 她跟妳不住在一起嗎 不是 她那天 她是那天晚上還沒有回家 我想想看喔 因為有點久了 才幾年前 不是 其實我是選擇不要去記 不要去記 對 那所以完了 我都選擇一直去記 你忘不了 我是被她的朋友告知就是 她電話不接 然後我也試圖打電話 她的朋友就是那個男朋友嗎 沒有...她其他的... 其他的女的朋友 是那個男的劈腿嘛 就是那個人... 那個男的劈腿了 後來又去告到 王...王英勤彥孫 好 很好 人就是這樣 這都有一個 英國的孫寬 他本來... 算他去唱你們努力的男朋友 現在他才去告到這個 王英勤彥孫 很好 現在王英勤彥孫要結婚了 要結婚了 所以他怎麼撞扭 連一座又倒回來 不是 冰冰姐 因為他們可能年紀輕 不太懂得處理感情的問題 其實感情的事情 因為我女兒比較像爸爸啦 很剛烈是不是 是 她覺得她不會這樣對別人 別人也應該不會這樣對她 其實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種人嘛 個性都不同 她不懂 現在我就想... 因為她已經走了妳也問不到 她跳下去的時候是幾歲 十幾歲 我都沒有去記 她二十幾歲了啦 二十幾歲 我都沒有去... 我意思說二十幾歲的一個成年人 當時因為妳沒有時間可以去問她說 到底... 因為妳要勇氣活下來 那妳既然有跳的勇氣 妳竟然沒有勇氣可以活下來 妳已經知道妳的孩子在談戀愛嗎 那個時候 我知道我也見過這個男生 那妳也覺得OK 妳也不反對 因為他大了 他有能力自己選擇 那回到冰冰姐 剛剛妳問的那個問題 對不起 我們都懂 這裡面沒有人不懂 這裡面每一個都是 曾經在生命中有很痛的人 都懂 所以在這裡可以盡情的 發現妳的心情 我的解讀是 她很痛 我先生有跟我講過說 你們不是當事人 你們可能沒有辦法理解她的痛 她的痛就是她世界毀滅了 她不想活了 當妳看到電視的時候 所以妳本來只是說 她怎麼電話不回 看到電視的時候 那個是叫做 愣住了還是驚嚇還是怎樣 我的滴流感告訴我說 那個是我的女兒 可是我一定要去現場求證 當然我也希望她不是 但是我知道她是 因為她的個性妳知道 就是一個感應 而且她為情所苦 是已經苦很久了 還是就那一天 那個當下 她 因為我在想說 可能爸爸媽媽有給她壓力 因為 我們都一直誇獎說 她很獨立 其實她還是個孩子 她長得很高 一百七十幾公分 可是是一個 她其實就是個漢子 不過我想喔 妳看到妳女兒的那個當下 我沒有看耶 妳不如說 我是從那次事情以後 我才知道說我女兒人員真的很好 她很多很多的朋友 各式各樣的朋友 對 要叫我去認啊 但是我的腳軟啊 我是沒有看 別人就來告訴妳說確定是 所以有一個她的朋友就說 媽媽妳不要去看我幫妳去看我 我非常謝謝她 因為如果我看了 可能沒有辦法到現在 所以這就是我們個性不同的地方 妳會選擇我不看 我逃避 我是我選擇我看 我一定要看 他們把妳弄成怎樣了 我才能知道我要怎麼心疼妳 我想要把她那個美美的樣子 留在我的腦海裡面 當時喔 我看報紙 都寫說 妳原諒了 這個女孩子的這個男朋友 說妳原諒她 但是妳卻又寫了三封信 來罵妳的女兒 為什麼妳選擇原諒別人 而寫信罵女兒 為什麼 我寫信給婷婷 是我跟 純粹就是母女之間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 她對我太不夠意思了 因為妳知道她 不管做錯任何的事情 她只要告訴我 都可以被原諒 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被瞞得最慘的一個 我其實是在發現 所以第一封信是罵她這樣 第二封信呢 沒有我就是寫了三章 寫了三章 然後在燒紙錢的時候 一起燒給她 對 然後這樣她沒辦法回應妳 她有沒有入妳的夢裡 來回應妳 後來有 因為我 我有一天在家裡跟 品婷的妹妹有聊到 就說 這個某某某她 這個男孩子其實也很可憐 因為她 不安全感嘛 劈腿妳覺得很可憐是不是 不是 因為她的媽媽是帶著她在嫁的 所以她是一個很沒有安全感的人 那相對的她沒有安全感 她其實是不太懂得 要怎麼去付出愛 她就多找幾個女朋友來選擇 或者萬一跑掉了一個還有一個 她的不安全感 我是覺得妳太好了 妳選擇去原諒她 所以妳就給自己帶來找很多的理由 那妳真正能夠原諒她的 從妳心裡去包容她的原因到底是怎樣 我是想要讓我自己往前走 因為我們不能回頭看 而且我身上還有很多的責任 我還有一個女兒 我還有媽媽 我還有很多婷婷的朋友 都在看 好 那我請問妳 這幾年來妳走出傷痛 是靠自己 還是靠老公 還是靠很多的朋友 都有 用什麼樣的方法 先生當然就是 因為我跟她學過催眠嘛 那我很多的朋友他們 其實 妳可以自我催眠嗎 還是要有先生來幫妳 自我催眠是自我放鬆 那但是它其實就是 讓我們能夠常常想正面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常想一二 所以妳有沒有想過 如果當時裡面 早點發現到問題 妳老公趕快去幫孩子做個催眠 是不是就沒有這些事 因為她爸爸也有抱怨說 因為婷婷都沒有這樣 因為婷婷是報喜不報憂 好 不過我想喔 今天雖然在做這樣的一個單元 不過我覺得 要趁此機會 做個機會教育 很多年輕人 一不小心就想做什麼事 包括最近有傅天穎 傅天穎去割碗自殺 天穎我要好好罵罵妳 妳是媽媽 妳多麼不負責任 如果真的事情成真的怎麼辦 那尤其他不管原因是為什麼 不管陳子強有怎樣還是怎麼樣 子強也是個小孩子 妳們都是小孩子 子強等於是入罪在妳們家 對不對 有什麼事情 大家說說媽媽都可以 一定都要走這條路嘛 所以所有的年輕人們 要做什麼事之前先給自己機會 給自己機會就是給媽媽機會 妳看這麼樣難過的媽媽 千萬別傻了 不能做那種不負責任的事 就是人生有三苦 年輕就是幼年喪婦 幼年喪婦 中年喪婦 老年喪子 現在妳都有死 白死 紅死死都有 妳看殷彩玲能夠說忘記 我覺得說能夠選擇忘記的人 大家都願意選擇忘記 像剛剛那個 昨天製作單位在問我 妳最痛的時候 突然讓我這種傷心 就想起來 通通上來了 我覺得說 我的痛應該是在我七歲的時候 人生要經過這一番生離死別 我想每一個人 妳是七歲上父嗎 我一直想到我七歲的時候 前面嘛 我們家庭還算不錯 我們雖然是個農業家庭 可是有田地 有那個善和業都不錯 可是在我爸爸生病的時候 那個時候醫療沒有那麼發達 醫了好幾個月 我爸爸媽媽突然回家裡 就有點宣告我爸爸 醫不好 然後過程當中 我爸爸在痛的時候 叫我去按摩 那時候我就看到我爸爸 那個眼神看著我 眼睛的淚水都在打轉 他就覺得說沒有把我教好 那那個時候我七歲講話都 什麼器官啊 問號 你去逛什麼的 都講話 都是用三字經 八字經這樣問號 然後我們爸爸的醫生 沒有辦法看著我長大 然後我也不懂 然後人生最難過的是說 我爸爸要死之前啊 那種一天一天的小瘦 一直瘦 瘦到最後一天 他突然說他要 在床上要下來 那我們鄉下那個床 是那種大的那個坑床 他要下來的時候 然後就一個跌倒 就是 就摔在那個床前面 就爬不起來 然後就叫醫生來 醫生看了我爸爸之後 就告訴我阿公說 不好 他已經洗頭 洗頭 洗頭就是說 他要腳去觸到 死土了 死土了 所以有一種 有一種迷信的說 別人如果自己想要去打土 就是他要離開了 他要煮土了 然後他漏了的時候 我就眼睜睜看我爸爸 慢慢慢慢的頭 跟煙魚一樣這樣繞下去 當下我就看我阿公 在那個門場上 就這樣插本到過 然後醫生就 放棄我爸爸救我阿公 這個日子 然後再來我們阿公 開始就說 一醒來 看到我爸爸鋪個床 馬上要一撥到出山 很興奮... 那種日子沒多久了 我們媽媽把我們三個 弟弟妹妹就帶回台北 我不知道那一段時機 我昨天在想想 我是怎麼活過的 然後我阿公看到我說 你娘 你老爸出去到時候 晚上回來 去叫他回來 然後我回頭就去找我阿嬤 我阿嬤就坐在那裡 什麼叫做傷心 那個時候我感覺 那個竹子都在哭 整個空氣都在哭 我看我阿嬤拿一個小孩 坐在那裡 怎麼哭 開始就哭說 我會想說 嫂子你幫我走你去 你怎麼不來帶阿娘去走走 你怎麼會幫我走走 你怎麼會幫我走走 孩子那麼小 一直黏 黏到最後是沒有聲音 這種日子 熬了好久 熬了我不知道有沒有吃飯 有時候那種阿嬤 拿一碗飯來 我們三個 不知道吃幾嘴 什麼時候幾天吃一餐 我永遠都不知道 然後最後我去把我阿嬤叫 阿嬤 阿公叫我去找爸爸 阿嬤起來 要把阿嬤已經哭到眼睛 像那個 鹹蛋超人這樣腫了 就是一碗都沒看到 然後眼睛幾乎要哭出血來 她一直三個兒子 我就覺得說我阿嬤看不到 就走...走去把我那個 走去那個阿嬤說 我阿公叫我去找爸爸 我阿嬤一直哭 我就聽那個阿嬤一直說 夭壽喔... 夭壽喔... 他吹來一直黏夭壽 一直給我摸頭髒 可能我的頭髮都打結了 那個時候我會去求救 我不知道 我媽媽回台北是幾個月了 我們幾乎 有一餐每一餐 我七歲也不知道怎麼煮 然後那個阿嬤就給我一碗 吃完麵線 吃完就去看我阿公 第一次看了就大家抱頭哭 他說你要顧心不能想死 不然你怎麼樣... 這種情形反覆的過了幾個月 那個人去我家就開始罵 不然你如果要死 全家庭民族 全家都死死的 不然有你發肚了 你小孩很聰明 你自己又這樣消燈 就幾乎不認人 然後看到我就叫我去叫我爸爸 然後我阿嬤只顧得哭 前春的人都覺得說 我媽媽不回來了 我媽媽帶著小的出去 連那一年的過年都沒有回家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才七歲 我覺得人生是那麼苦 那麼沒有希望 那麼恐懼 抱著被他打到那個頭髮都掉了 我還一直跟我媽 你不可以再嫁 你如果再嫁 你會嫁一個死一個 最後死關關 來 第一名 回國婦金 我媽媽不回來了 我媽媽帶著小的出去 連那一年的過年都沒有回家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才七歲 我覺得人生是那麼苦 那麼沒有希望 那麼恐懼 這樣子過來的 親眼看著你的親人這樣死去 你也不知道 包括出病的時候 我小弟才十九歲 我再帶我爸爸要碰到 我其他的小孩小孩 你多一年一年耶 你如果七歲還不就六歲 五歲 喔 幾歲 然後到了隔年的媽媽回去 我們當然很高興 可是我阿嬤 對我的歡呼 一直到我成年 當然這當然 一支是正好 我阿嬤跟我說 我阿嬤跟我說 你是阿姊 你愛穿著 你就是 要替這個房子 顧這個家 你不可以讓你的 小弟小妹 去死亡人的心 他只是嘴巴不敢講出來說 我媽媽會再嫁 人敢嫁 然後我心裡面那種害怕 一直要維持這個家 我就跟媽媽說 抱著被他打到那個頭髮都掉了 我還一直跟我媽 你不可以再嫁 你如果再嫁 你會嫁一個死一個 最後死坤坤 你不可以嫁 不是這樣 你才跟媽媽說 當我 我就從小 好像昨天想想 前天的事情 我阿嬤怎麼給一個 脊髓的小孩 承擔這樣的一個責任 叫我說 弟弟妹妹 不可以去信別人的信 不可以讓他 沒有在這個家 所以他自己不敢去跟媳婦說 照說他自己跟媳婦說 說這孩子這麼小 你如果真的要嫁別人 這孩子也就要把他照顧給我 所以他現在 以前的人的傳統屬性說 連嫁別人都不可以 你叫他不要嫁 不要嫁 你不就乾嫁自己跟媳婦說 你叫孩子跟他說 阿嬤你不要嫁 你如果嫁一個 你會死一個 那孩子叫我打死 那我想請問你 就是因為 最近這幾年來 我發覺 你跟弟弟妹妹之間 不管有任何的生氣 任何的痛 任何怎樣 其實你內心沒有真的放棄他們 譬如說你再找弟弟 你當時跟弟弟買家 你再找妹妹 妹妹在戴他們的時候 他自己的煮 他自己的煮麵 煮給他美鳳吃 然後叫他們女兒 冬去說 你不要說這個我家的 還要面煮 所以是不是 你這個心又放不下 然後 又覺得他們很可惡 所以這個過程 你還是一直那麼愛他們 是因為阿嬤有幫你煩惱這句話 讓你跟這段還有這個任何 是不是 一路走來 我一直想 要做牛一隻就好 我覺得上天是給我 一個好的機會 我進了電視台很快成名 可是那個時候當中 我還接連戲劇 各在一起不管什麼都接 我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這個家 我要讓他圓圓的一根家 所以妳從幾歲 就開始撐起這個家 再那會 不到... 我大概小鮮 小鮮二年級 妳怎麼下去拔歌 我在顏歌仔戲的時候 季寶如還在當童星 可是我領的錢 跟季寶如一樣 因為我還算童星的家 那為了是什麼 為了是說 我才小鮮都沒有畢業 所以我就看我媽媽那麼苦 我願意放棄 我再唸書 我要到台北 我要進工廠 去做女工 要幫助家子 我心裡面講 我一路走來再怎麼哭 我一個哭 要讓弟弟妹妹唸書 可是... 妳自己沒偷偷 妳給他們偷偷 然後要問妳 這幾年就媽媽翁生 然後妳跟媽媽之間的愛恨情仇 又很難記 因為媽媽疼老婆的 還沒疼妳 但是... 有一個時候 因為妳希望說 媽媽因為妳也疼兄弟 我願意媽媽可以 跟妳配合得好多 還沒說剛才房子 弟弟不得了 什麼頂頂 但是媽媽有時候 不能跟妳配合 我媽媽雖然不會和妳 問題是... 常常打妳的 她真的不會打我 都是全... 所有的孩子都打 還是跟她打妳一個人 因為第一 我是阿公阿嬤養的 第二是 我突然... 就變成單親家庭 又以為在媽媽身邊 才有工作 我就不知道我媽媽為什麼 兩隻話 就... 只打妳還是弟弟妹妹會不會打 她還會打郭美紅 可是沒有打我 打妳比較嚴重 因為郭美紅小時候 就跟著媽媽 只有妳跟阿嬤 我跟她說 媽媽... 我的手機可以讓我看嗎 一巴掌打過來 我要跟妳賣 這照樣跟妳賣掉 怎麼會有妳的 我今天的情緒 一進來就覺得 有一種悲傷 我就覺得說 我七歲經歷到那種 空氣都在哭 我連走到我阿嬤身邊 就看到那個竹子都在哭 這種哭是無法形容的 我覺得那個竹子 突然那個風一吹 一吹在啥 那個竹子會這樣交出的 我聽到那個聲音 我就覺得 怎麼樣那麼傷心的事 然後這一路走下來 我真的揍牛做媽 為這個家 可是我的下場是如何 還好 不過她今天 這個敘述是讓我們 好像有看到那個畫面 阿嬤的傷心 傷心到感覺 好像連竹子就在哭 因為竹子在旁風 風吹在啥子 那個風吹吹的感覺 已經讓人很傷痛 還在竹子跟竹子 拿走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有的人 很痛的時候 像我們很痛的時候 就哭不出來 有時候放聲 有時候想要喝起來 那聲音不要讓我聽 所以那種感覺 可是後來我有問我媽媽 我當下看我媽媽 是不哭 跟妳一樣 眼睛整個大大的 妳說死老 死老 死老的時候 放眼睛是放眼睛的 是不哭 可是後來我問我媽媽說 妳為什麼沒有哭 妳為什麼 就同樣是小孩帶三個走 然後我留子 她就說 阿公阿嬤 妳老了 死小孩那麼痛苦 妳要陪她 要老一個跟她做伴 而且是老比較大 不是說 如果老小的媽媽就不對 阿公阿嬤這麼老了 我就顧小孩 老大跟阿公阿嬤做伴 所以媽媽的心我們要懂 後來 我一直覺得說 我對我媽媽的那種甘願 就是當下我阿嬤的交代 我們心裡面就知道說 我七歲 我哪有多小子一歲 都一歲一歲而已 差一歲 我不會怎麼餓 我就怕我媽媽走 所以我跟媽媽 就是說 妳只要沒計 我去賣肉 我賣血 我就感到 賺錢給妳 感到 所以我在電視台 跟雞寶都聽一個樣 我媽媽 我從來不知道 我這一集 錄製賺多少錢 是全部的 你接著媽媽就領了 對 然後我媽媽 我就會說 妳當下... 因為我那個時間 到底是熬幾個月 我阿公阿嬤才清醒 我不知道 我還會想到 媽媽妳怎麼把我放這樣手 我媽媽說 我那時候不放 我們整個都死了 那種悲哀 是我沒有辦法 對 一個女人 她說 我必須離開那個哭 那麼慘的那種環境 要去賺錢 要去做魚 那個空氣都在哭的 那種凝固的世界 她就帶著三個小孩 回到她的良甲 可是以前不像現在說 一個電話 妳好嗎 妳要不要過來 回來過年 沒有辦法 要殺皮 我媽媽又不死 還不死 所以我們整整有 好幾個月的第二個過年 我媽媽才回來 我就不知道 我那個一年多了 妳會以為妳被拋棄了 媽媽都不來了 然後我從七歲 我們家不過八月十五號 為什麼不太遠 因為我爸爸就是 快那個八月 過沒過八月 八月半 沒過 所以我們整個八月半 都不通通 就是每一個過年 我就看我媽媽坐在這裡 坐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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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媽媽 她就是不說話 所以那種氣氛 年年好幾年 所以八月半 我們來講是一個 悲情的八月 所以信主的朋友 給我一個非常感動的地方 就是那種團體性 我第一次去教會 這個貴庭中有很多好朋友 她用她的幫助 不管我們後面來 我們旁邊來 她都是在堪咧的手 所以雖然到這時候 我還沒受洗 但我非常感謝基督徒 這麼多好朋友 長久以來 都有心靈的照顧 妳我也知道 我現在就在問妳 我現在說這個女人 妳不知道 她多可能 現在妳... 小孩很好生 小孩很好生 對 我就說 二十八月 我看她兒子的時候 我會怕她 二十八月 二十八月 妳不知道 誰做外星 他們魚龍 一百八十幾 而且我就跟妳說 她的人生 妳兒子一十八月 妳看也好像十八月 她現在還十八月 妳是生出來 就沒有爸爸媽媽還是有 因為妳都對阿嬤 沒有啦 我是因為我老爸帶太多母 所以我還相信一男一女 所以就送去阿公阿嬤大 所以她出小孩 這樣其實雖然有父母 等於沒有父母 她沒有享受到父母的愛 她都是阿嬤帶的 現在帶得很大 時去嫁魚龍 現在生命中要經歷什麼 阿嬤死 對不對 魚龍死 先阿公死 阿公死 阿公死 阿公死妳看有對嗎 阿公給我氣死的 真的喔 所以等一下來講這個 阿公死 阿嬤死 阿公死 阿公死 再來這個小孩 生出來的時候是這樣喔 趙玉珍 沒有啦 趙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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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有對的... 這沒人知道 只要我知道 那個後來她都會... 我們就說 妳的什麼名字 驗章 驗章 趙玉珍 她就這樣 對...然後就揭起來 好 那一條多大長 很大條 趙玉珍都在外面 趙玉珍都在外面 她這個過程 小孩會送便宜戴她的嘛 妳知道那種精神需要 那個時候 後戴她的來來去去 小孩有時候要靠在旁邊 怕出去惹事情 到現在有在條因為信助 大家幫忙禱告 那小孩說會去吃頭路了 這樣啦 狗乳朋友 對... 你看她的人生有苦嗎 因為之前四季四季 那都四季 四季過是雙心 但新兵這是苦 你知道嗎 很痛嗎 我就說 真厲害 你十九歲的時候 就愛到你魚龍嘛 對 為什麼要愛到魚龍 住你九歲 十九歲 高歲 那時候高歲 魚龍一千就大千 比魚天更大長 你知道嗎 魚龍就是比魚天更醜用那種 你現在一匹小孩 你是怎麼去愛到的呢 為什麼 沒有談過戀愛嘛 第一個男朋友嘛 然後家裡就是阿公阿嬤 我看太紅 那我就幾個月我就決定 妳小孩很紅耶 小白哥 我說 歐巴媽 你拉拉拉拉 我喜歡歐巴媽 你一條條都是 歐巴巴龍馬布朗卡 妳會怕我像我媽媽 但是就是跟著魚龍 就覺得說第一次談戀愛 不是父母都反對 阿公阿嬤都反對 阿公阿嬤都反對 越反對 我就全條更加大肚 就辛苦 全帶兩百塊 就帶魚龍走 完了以後自己就回房間 妳也不知道妳在做什麼 妳就睡了 什麼睡了 煮散 自己開始煮散 請安明搖跳樓 所以我這支腳也撥回去 跟著魚龍就覺得說 第一次談戀愛 不是父母都反對 阿公阿嬤反對 越反對 我就全條更加大肚 就辛苦 全帶兩百塊就帶魚龍走 自從我帶魚龍走 我阿公就開始不講話了 然後差不多沒有幾個月的時間 我阿公就在一個晚上 就心臟衰竭就走了 然後就開始都... 這真的有意義 這真的 可以知道那個女三百 當初是怎樣 是那個意思的 有出事的 然後完了又生 我兒子的時候 坦白講 剛才妳在說彥章 彥章 彥章她是嚴重的時候 是連上廁所的能力都沒有 連叫媽媽 不認識妳是媽媽 那這樣叫做過動兒還是趙育兒 趙育症 趙育症 她就是先憂鬱 可是她不去傷害人 可是她照會隨時跑不見 滴滴滴滴滴滴滴 我就說去帶她去教會的時候 教會弟兄姊妹 她是怎麼樣被愛包容 其實以前我小時候 因為太沒有愛了 妳會打她 因為講不聽 我自己不知道怎麼當人家媽媽 也不知道怎麼當人家爸爸嘛 小孩子 因為魚龍死了 我要負起那個責任 然後自己那個時候又... 妳生兩個嗎 生三個 生三個 這個小孩子 這個小孩子 所以她自己因為婚姻不要 紅色 心情不要 她會喝 現在酒喝喝 不然她兒子會變躁鬱症 對 因為她兒子 她兒子回到躁鬱的時候 回到躁鬱的時候 他會躁鬱 他會躁鬱 她會躁鬱 這個是在... 所以說 小孩子給妳打一個 其實我兒子 今天會有這樣躁鬱症 完全是我的關係 妳怎麼有關係 不是我有關係 是完全我會有關係 因為要不是我這樣子 那個時候半夜三更啊 也是熱呼吸回去 就叫起來了 就開始打 說我沒辦法 妳也一樣打 就開始... 因為妳熱呼吸 可是妳隔天很後悔啊 可是妳那天當下就是打他 罵他 完了以後自己就回房間 妳也不知道妳在做什麼 妳就睡著了 什麼睡著 煮散 自己開始煮散 吃暗命藥 跳樓 所以我這支腳也撥回去 可是這樣的日子 就是因為 就是那個湯明雄害的嘛 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放火 放火燒 魚龍 就是那個生化KTV 放火 那個生化KTVC兩個人 妳兩個親家 妳兩個親家 妳現在... 妳現在... 妳現在要這樣看 妳現在要這樣看 好嗎 我們兩個要這樣 兩個都這樣開廊 那... 我剛才去見面 那個派人喔 他說什麼姓祝優惠 我都覺得那個當笑 反正他就是派人 46的人 那裡面一個叫做蜜蜜 他們家 一個叫做你們兄弟 沐浴華的弟弟 那個KTV 我剛才現在頭痛 其實喔 冰冰姐 我有一次喔 在電視上裡面 我看到妳講一段話 妳說 妳說喔 我很... 想不到 也是沒辦法想像 為什麼紀寶如 可以原諒那個 縱火魚龍 害他這樣子的人 他怎麼可以原諒 妳為什麼能做到 妳為什麼能做到 我跟妳說 冰冰姐別說 那時候我只是閉起來 我完全在酗酒自殺 我的兒子在躁鬱症 我只是躲起來 大家看不到 那個時候我恨不恨他 恨 我恨死這個人了 我聽說那時候 魚龍死的時候 妳們大家看 很不容許 為什麼她是自己去休息 她也不容許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我跟魚龍吵架 我回來娘家住 我... 回來娘家住 晚上妳叫她去KTV 她自己去KTV 沒有啦 其實那時候 妳想想我婆婆的心情 一個小孩娶到四十歲 蒙伯伯一夜之間 因為她常常出去唱歌 就是跟妳這個媽媽忘了 心情壞了 妳媽媽在的 她就不會去唱歌 我每天都眼睛看著她 我眼睛魚龍看著我 然後當時妳 會跟妳老公分開 妳回娘家 聽說是因為魚龍有外遇 對 那是看什麼 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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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比妳比較漂亮 當然比我比較漂亮 比妳比較老 一定比妳比較老 我比我比較老 小孩小孩 只是人家十六歲而已 她就憲這兄弟 妳那個 所以其實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大家看到了解情形 就不再這樣 我現在跟魚家相當 那妳是如何走出傷痛 我真的就在差不多 四年多以前 就是一個機會 跟迪音剛好合作SPA 然後虧了很多錢 然後那個時候迪音就說 趕快頂電... 頂給誰 頂給黃馬 聽說她做SPA很棒 是...後來呢她呢 做得很好嗎 她當然做得很好 結果...不是 沒有啦 我就頭一次趕到她的名字 我說Mary姐 這間店很失敗 我們做得很好 我們頂給妳做 結果她看過她說 寶如 不要說頂電 我覺得妳的臉很多痛苦 我為妳做祝福祷告 所以她是基督徒 她是基督徒 第一次她就要為我祷告 我想我說不行... 我常常聽不下去 因為從小嫁到瑜伽 她們那些祖先都我的祖旗祖 他們都我的爸爸 我說不行 可是就因為那個祝福祷告 改變了我整個的人生 我的酗酒 我八年可以 全知道喝喜樂之酒 不再是苦苦之酒 所以其實喔 是妳自己的關係喔 妳不好的時候 妳的孩子就不好 所以妳好了 妳孩子就好了 還是妳自己的關係啦 當然 我就是要講 我們如果... 我們自己都如果愛不足 我們就沒有辦法給小孩子愛 孩子沒有感受到愛 他當然他就去找地方去做壞事嘛 對... 如果比較準 今天因為都是女母的 所以覺得 男兒有淚不清談 就都女母 就是女兒比較堅強 但是妳也有妳的聽 聽說妳在做兵的時候 是爸爸翁星 是嗎 我在做兵好像... 對... 要不然有兩個多位 在那一年中心 在炒的時候 我剛才有這麼一個店舖 爸爸往生素悔 哇... 有話說我拿到那個電報 一個人跑到廁所 什麼集合我都不知道啦 靠兩點多錢 因為我爸爸是我心目中喔 真的從小他就是我的 很重要... 而且我很愛我爸爸 但他等於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們都這樣 因為媽媽在我們心目中是有缺點 所以我們只好一請到爸爸這裡來 所以我們兩個都一樣 對爸爸很愛... 很愛... 靠兩點多錢 靠什麼 然後拿電報去臉中 所以... 因為訓練中心是不能請假的 那兩個人在集合 你才會靠出來王冠嗎 沒有... 沒有... 本來是要給我處罰 結果看到這個電報這樣 好 好... 靠兩點多錢 很辛苦 因為訓練中心是不能請假的 好... 靠兩點多錢 好... 你給我... 你可以明天可以請假回去 好... 這樣好... 第二... 我就... 我去別人出去給我買假票 要扶回去台東 他說在台東嘛 好 第二天 我衣服換好之後 要出去 連中怎麼衣服一大包的東西給我 裡面有司令官 寫的那個碗簾 什麼佳賀規矩啊 為國爭光 有的沒有這樣 拍一拍就回起來你知道嗎 我叫我回去 我爸爸沒騙不去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這是真的 為什麼呢 我差不多五百公斤 我腳都軟了 整個 用白 不知道腳頭有在聽 白到那樣 那個心是很痛的 謝謝 白都叫我回去 我爸爸沒騙不去 沒有 沒有... 沒有怎麼樣... 這是真的 為什麼呢 是臥病嗎 有沒有臥病在床 還是都好好 因為我又拿這個... 他似乎復活 他就彎連 彎一牌 彎一牌 彎一牌這樣 還做一個包包包 這樣要怎麼樣 靠回去 爸爸還在喘氣 那就是怎麼樣 有拍拔啦 不是說都好 因為你在訓練中心啊 除了家人有...死亡 你都不能請假 那均勵是這個樣子 我下去 那兄弟也都要小孩 而且向下 向下往生訴毀 隔壁 隔壁的人 隔壁的人都沒看到人死 怎麼會這樣 因為... 他知道說萬一人死去 我看不到最後他... 所以要讓你回來看 對... 對... 這事後怎麼辦呢 我... 那晚年喔 像... 近拜託人家燒吊 一樣拿白包 我現在要怎麼拿去 像這個事情 都晚上蓋起來 晚上蓋起來 晚上蓋起來 那時候晚上蓋起來 那天也會淘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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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也會淘汰 八個月 我們剛才在台東的樹葉路 那路很快 台東路都對面那 那路都要不看 我門頭 我這樣... 我這樣... 那時候 因為對爸爸的這種感覺 知道爸爸叫我 那心是很痛的 你知道嗎 一個這樣 我看到我爸爸的臨堂在那裡 才說我在那裡嚇 那差不多有五百公尺 我腳就軟了 整個 用白 也不知道腳頭有在痛 白到那裡 那個心是很痛的 一半路人家說 阿台回來了... 要把我扶起來 我就是不記得 就是跪著過去 你怕 沒有啦 我現在要來找問那個沐浩華 她的姓名很痛 她的姓名 就是姓氏 對 就是兩層內 差一天喔 對 她的姓是打鼻子 第二天她的姓氏休息 對 我就是姓氏 我有提前給她做生理 我說妳快點去處理 因為那股車不會買 我們賣中股車嘛 結果她就到那邊去 才跟魚龍同一個地方 對 妳現在是姓氏休息 照說爸爸最痛苦 所以妳爸爸喝酒 用酒精來麻醉自己 我可以體會 說妳和妳爸爸喝茶嗎 這就要說 以前我跟我們爸爸 我小時候 我第一次我真的 我跟我們爸爸很愛喝 很認真酒 因為我們兩個很有話講 很少人這樣喔 一般都是喔 男生會跟爸爸有男生談 對 女生很少人說 爸爸我半天喝一杯很少 對 因為我爸爸小時候都很痛苦 我們互動比較多 所以我們以前在 我們弟弟跟我們先生過世 以前我們喝酒是很流行的 可是從喝酒... 那個喝酒我弟弟... 就喝酒之後 就是我們弟弟跟我們先生過世 那個情形是不一樣的 對 因為我們爸爸他喝酒 他會想到他七十幾歲 他兒子就這樣就走了 可是他沒有想到說 我也是... 我雖然我們弟弟也是我的親人 可是我先生也是... 我是上夫嘛 對不對 喝酒就開始要再喝嘛 你們本來都喝高興的酒 但是老公沒去消滴 沒去變苦酒 爸爸本來跟你喝酒 都是很高興大家談心 但現在開始 現在兩個孩子不去掉 跟你喝酒變苦酒 說一次再跟你打 打過就變 因為他每次在喝完酒就是... 你大人這樣 你嫁男生嫁的人 你怎麼還在打 對 就是因為他... 他每次喝酒的時候 就是一直陷到那個 痛苦的淹源裡面 可是你要知道我也在療傷 而不是只有妳在療傷 我就是在之後 我就會抱著他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鬆鬆的 我就... 後來就會越來越... 越有手腕對付我爸爸說 他怎麼把他 從最痛苦的那個淹源裡面 把他抓出來 也許喔 只要有這樣的 你去抱他 他一樣要打你喔 就要抱他 抱住的時候 他這樣打你是沒力的 他打你是沒力的 你如果站他對面喔 你不抱他這樣 打你是會痛的 然後現在喝酒我就說 怎麼不再打我了 是我長大的 好 那就會很好笑了 因為有一點過程 對 好 我想今天喔 大家都是生命中 有過很傷痛的人 大家如何走出來 對各自有不同的方法 跟受到不同的感動 是不是 我們用一句話 來告訴大家 這句話對妳自己的傷痛 有多大的幫忙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們請寶如仙來說 妳如果覺得說真的走不出來 很悲傷的時候 旁邊周遭的朋友拉他一把 帶他出去做做好事 帶他出去做做志工 那搞不好真的妳看 那老大人要孤苦無依的 比妳要困難太多了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台灣優質生命協會 也在呼籲社會上的人多做志工 來看看別人的困難 我今天有聽很多很溫暖的話 我自己也有說 我最痛的時候 心比頭前後面 有很多手都出來 牽我的手 今天我要來看蔡林的手 來... 祝妳最特別 我們來牽妳一下 謝謝婚婚姐 很久要來我們節目 對 這次再來 四名中有不同的體驗 那我想我手率先 我現在來給妳個熱情的擁抱 好 謝謝 好不然讓我們一起 我們一起來祝福采玲 讓采玲告訴我們 妳的要跟各位朋友 分享的一句話是什麼 要把握現在 在妳身邊的 不管是親朋還是好友 要常常跟他們講 妳很愛他們 來... 妳為我們跟所有的大家 尤其是采玲 今天給我們做個禱告 主啊 感謝妳 妳真是又真又活的神 主啊 謝謝妳 請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我們今天大家傷痛的人 都已經過去了 感謝主 我們在這裡禱告祈求 是奉靠 主 念是聖明球 阿妹